欢迎各位再次收听 海洋之窗台湾的海洋故事书节目 我是正修科大的方立行 我们今天请到一位 非常多才多艺的海洋科学家 他是海洋大学的名誉教授 他曾经是 因为他以前为国服务的时候 是海洋大学的地球与海洋资源学院的院长 他同时也是非常知名的 国际非常知名的海洋地球物理学家 李昭新 李教授 方教授好 观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 李教授其实是多才多艺的 我们可以问他很多的东西 也可以请他讲他一声 不过这个一个钟头一要讲一声 未免太小看他了 所以我从他的丰功伟业中 挑出来一件最遥远的事情让我们来谈他 什么地方是最遥远的呢 就是我们的南疆真母暗杀 我们今天请李教授帮我们讲讲他的真母暗杀之旅 OK 好 非常谢谢 我是在差不多2013年的时候啊 接到内政部给我的一个任务 他说希望我能够带领这个海洋五号到真母暗杀去 那当初他跟我讲真母暗杀的时候我稍微愣了一下 我说这个不就是我从初中到高中 高中到大学常常被考的这个题目吗 这是我国的最南疆土 那我终于有机会要去了 那我心里是很高兴 但是呢 我心里也很惶恐 因为我晓得那个地方呢 距离马来西亚不到100公里 但是距离台北呢 却超过2000公里以上 那在这么差远的这个距离上面 虽然说1935年 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水陆地图上有公布说 有132个岛椅是属于中华民国的 然后真母暗杀是其中一个 但是呢 我查骗所有记录啊 好像我们从来没有任何船只去过 就是从来没有人去过 知晓得说有这么一个地方 那我第一个当然是找到这个海巡署 说诶 那你可不可以帮我忙 可不可以保护我去啊 那海巡署的官员告诉我说 对不起 弟老师 那么远 而且边长莫及 他说 你还是这个好自为之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只好去请教差不多不下十位的 这个法律的老师 我请问那些老师说 有什么法律条约可以让我说 我这个行事是名正言顺 而且在法律上是讲得过的 那后来呢 有一位老师啊 终于告诉我一个方法 他说 太平岛距离真母暗杀是 差不多300海里 那太平岛是一个突出水面的岛屿 上面又有人居住 又有水 然后 而且还有经济行为 所以在联合国海洋法的公约 它是绝对有权利 可以这个 声称说 我们至少就有200海里的 所谓的这个经济延伸区的权利 那根据海洋法公约 第76条上面又说呢 我们除了有200海里以外 我们还可以把200海里呢 向外再扩展 可以到350海里 那太平岛到这个真母暗杀 只有300海里 那自然是在我可以调查的方位之内 所以我知道了这个以后 我就很高兴了 所以我就开始准备 要出发了 当然我也做了很多必须要的调查 了解说当地的情况 然后各种的海图 各种的资料 能带的我都有带上去了 能拜访的我都有拜访去了 那我是在2014年3月2号的时候 早上从这个高雄出发 然后呢 一路就往南下去 到了第七天才到达正母暗杀 所以沿路当然经过很多 属于菲律宾控制的啦 属于越南控制的啦 还有属于中国控制的啦 各种各种的这种岛屿 那因为我是一个海洋研究船 我是一个叫做无害通过的情况下到达的 所以我都很安全的到达正母暗杀 那到了正母暗杀以后 让我第一个印象最清楚的 就是说啊 我左右看我船边啦 到处都是这个砖井犹台 很多很多的砖井犹台 所以我就想到说果然没有错 在我所查过的资料里面啊 这个地方是属于叫做沙劳叶 马来西亚最大的这个石油跟天然气出口的地方 然后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世界上有一个很富有 就是说人民最富有的一个国家叫文莱 就在旁边 所以我就可以想象知道说 啊这里果然是一个石油非常丰富的地方 那我到了这个这个正母暗杀以后啊 我就左手开始做这个调查 就是说水下的调查 摄影 取海水 取sample 然后做各种地形的这种调查 我就是要把这一个地方的这些地形 跟浅层的这个地质 做一个最好的这个这个解释 所以后来这个内政部 他也有发了这个email给我 从路上发email给我 他说恭喜李老师 你已经到了真午暗杀了 那你就好好调查一下 告诉我们说啊 这个地方有什么海底之言 结果不到一分钟之内 我就马上回答他了 我说不用调查 我看左右附近有很多专井游台啊什么 我就知道说这个地方的石油是很丰富的 那现在下来问题就是说 这个真的是我们的最难将赌吗 对不对 那如果是我们最难的将赌 那为什么马来西亚在这个地方控制了三十多年 他们挖了石油什么什么 那我们也许讲话也许没有人听 那至少中国应该出来管一管啊 中国也不管了 对啊 所以这个我就明了说啊 这里面的问题啊 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当然这一趟的这个这个正午暗杀啊 就是说让我是收获很丰富啦 然后呢 我当时去的时候啊 我也特别啊 就是说把每一天的这个这个情况呢 记录在我自己的一本这个手记本 就是说我写日记 那这里面呢 有几段好多的这个话 就是说我真的我后来在念的时候啊 我觉得说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我们在第一天出发的时候 那这个这个有内政部的人来送行 还有我太太的也来送行 我们另外也带了这个六位大爱电视台的工作人员 也有这个潜水人员 所以后来啊 在这个大爱电视台呢 就有做制作了一个叫做 我国最南疆土 这样一个影片 所以这个影片是已经放出来了 然后在经典杂志 也有一个文字记者写了一篇报道说 因为这算是台湾的科学家 第一次到达这个真母暗杀 我们一整天在这个真母暗杀上 做了不少事情 水下摄影 水下采样采水 然后我们也分辨出来知道说 这底下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天然气的这个孔 所以知道说这个底下一定是很多蕴藏这种天然气跟石油 那这一点呢就可以印证说 可能我们整个南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石油区域 所以呢 我跟内政部的建议是说 就是说 真母暗杀这件事情 我们要去争夺回来 我们要去争夺回来 可能是会有困难的 但是呢 我们应该好好经营 我们的南沙太平岛 这才是最重要的 可是喔 李教授没有讲到一个重点 下一节你要回来听的 就是他对真母暗杀刚刚讲的地形地貌做了一些调查 那个真实的调查的结果是怎样呢 真母暗杀它是不是真的是一个暗杀 就在水下的这个交体呢 我们下一节来揭晓 您很生长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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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很生长 really